詛歌亮離世六年 曾與她合作的苗可麗 近日接受專訪時透露說到 自己從小是看著對方的錄影帶長大的 她更是自己心目中的神級人物 一直到後來進到同一間公司 兩人開始合作主持以及電影 對此苗可麗表示 當時自己只要能跟詛歌亮合作 就會覺得在演藝圈更上一個層次 而在合作諸葛一級棒時 節目常常找藝人或素人來分享成長的過程 一開始會想挖掘來賓的悲情故事 不過某次錄影 諸葛亮將她拉到旁邊 並跟她說不要讓人哭 我們是要帶給觀眾歡笑的 一番話才讓苗可麗重新審視自己的想法 更改變了她後續的主持風格 也因此自己決定以後不再哭了 希望可以鼓勵來賓 讓大家對未來充滿希望 MING PAO TORONTO